大学里面利用传统节假日做特色美食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要一个肉饼 然后两杯豆浆 只有北京的豆浆 它有一种骨味 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30亿斤 找条大点的 刚把鱼刷好 然后下边切花肉 这个是不是以后连撒芝麻的那个都可以设计下去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做向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吃中国的煎饼 然后比赛结束以后 我就继续吃汉堡 吃了四个 如果天天高热量 三年的健身可能就白费了 风丸将主要狠狠是蛋白质 风丸他一辈子都吃这一个 这么有筷子吃米饭是一粒一粒吃的吗 今天够吃了 这个狂蟲的宝宝爽脆鲜甜 比那个成虫的要好吃很多 就肯定要来一个对吧 吃饭肉 我所有的内心的牵挂都在那里 其实在外面漂泊了很多年 但我依旧还是要回去的 大学文化主题是年轻 是学习 是成长 是爱情 是发现 是体会世间 去发现这种世间美好的东西